上几课咱们讲了这个文件 包括说这个时间日期的处理啊 在那咱们先不搞什么案例了 后续咱们把这些方法多讲一些 然后咱们再做一些综合一点案例 因为上几课那东西咱做不了啥 因为就是一简单的文件的一个便利什么之类的 没什么太多心意吧 那咱们所以说这几这几节课 咱们先把一些常见的类的用法先学了 然后后续咱们会有一些 比如检测图片文件啊 然后比如统计文件夹呀 什么等说在文件夹里边做搜索 等这样一些复杂这些操作 咱们再有一个总的一个一些案例 好吧 所以说先把它们过一遍 Strength咱们很熟对吧 之前这个Strength类咱们经常用 它代表这个字符串 咱们这节课呢 就把Strength类的更多的方法 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Strength类有一个方法叫做Length 它用来获取字符串的长度 CharAt这个方法 Strength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Int 对吧 它代表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CharAt呢是用来获得第二个位置的字符 首先咱们说的Strength就是由若干个字符来组成的 因此CharAt就来获得比较第五个第八个字符 CharAt就是干这个的 然后来获得第N个字符 Contains它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你就要见到CharSequence 目前大家暂时立业成和Strength是同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或许咱们如果有可能的话 这个也许不会碰到它 如果有可能的话可能会给大家讲Strength和CharSequence有什么关系 现在大家把它列成是字符串就行了 那么Contains原来判断 我的这个字符串里边是否包含这个字符串 它的返回值不容易了 啥叫我的字符串里边是否包含这个字符串呢 比如说我对于这个 这个 Hello这个字符串来讲 它里边是否包含这个字符串呢 包含吗 包含吧 因为这个字符串里边有一部分是它 所以说它是包含它的 因此如果说你这个对于这两个调用Contains 那么就是它包含它是处 那么它包 Hello包含这个 包含它吗 不包含 对吧 Hello不包含它 那么Hello包含这个EO吗 有什么包含是EO不 有没有连着的 有包含连着的EO吗 不包含吧 所以说也不包含它 所以说咱们来试一试 先看这三个方法 先见 这个字符串方法一 那么咱们先打印一下它的长度 s.length 注意啊 这是length方法 咱们学数据时候学过 咱们学数据时候学过 这有一个比如说int numbers 咱要获取它的长度 你看是不是 nams.length 是这样去写呀 这个 这没有括号 但咱们对字符串的长度 是length括号 因为这个length 它是属于一个方法 length它是一个方法 看到了吧 所以咱们要这个 对字符串的长度 是s.length 括号方法 这也是渣娃当初设计的时候 感觉挺恶心 那个地方啊 那这获得它的长度 然后呢 获取它的第n个字符 是吧 char c1 schar at 比如说获取它的第一个字符 ce 第一个字符是不是e呀 这是第一个字符 e 它这个也是从零开始 所以第0个字符 不是它第一个字符是它 所以char at 那么srb string 那么这个s.r srb string 啊不是不是 contains contains它的参数 是一个字符串 返回值是一个布尔 所以说你看看 它里面包含el吗 它里面包含el吗 它里面包含le吗 咱一看就知道了 你看 就包含el 是吧 包含el 但不包含le 顺序 不仅顺序一样 这个得是连着 得连着的el 是吧 你看你看包含lo吗 包含 是吧 但包含ol吗 不包含是吧 所以一定得和顺序一致 然后就得连着连着的oll没有 但有连着的lo ok 这叫contains包含 它是我包含它的一部分 叫做contains replace 是用来把这个字符串里边的 这个 遇到了这个 替换成这个 当然啊 字符串有个特性叫做不可变性 因此啊 它并不会说把原始的这个字符串替换了 而它是会把这个返回新的字符串啊 这个大家可能在现在不理解 先给大家直接去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 四均 测试啊 我这写个四五串 s等于 梁东科是最 愁的人 我讨厌梁东科 ok 那么在这 咱们这样写s.replace 把这里边的这个阳中科 替换成 磕磕 看看我这样去替换 我打印一下这个 s 我这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把阳中科 我这个字符串里边所有的阳中科替换成磕磕 嗯怎么还是这个没变呢 不是把阳中科替换成磕磕吗 注意啊 这个字符串就有不可变性 先不要理解什么叫做不可变性 总之记住 replace不会改变原先的字符串 它会形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所以说你看replace方法 两个参数 把它替换成它 然后返回这是一个sdring 所以说用返回值来接收替换完成的字符串 ok sdring se se 你看是不是就改了 所以这就把所有的他替换成他 但是一定使用他的返回值获取一个新的字符串来获取 旧的不会变 你想这个可以做什么用 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个比如说你做一个文件 比如说把所有的文件的这个后缀名有点mp3 比如改成avi 那你是不是可以replacemp3 然后弄成avi 是不是咱们可以replace来完成类似于这样的操作 ok 那么还有一个split split是把字符串按照指定的字符串 拆分成多个字符串 比如说 这个 zack 这个 豆号 羊 豆号 Tom 豆号 Tim 正好 Lucy 把这样一个 他是一个字符串对不对 我现在要把这个字符串的这个 按照豆号来分割成多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split split 豆号 把这个字符串按照分割什么叫分割呢 就是他他切三切几刀 遇到多号就切一刀卡卡卡卡 切这么几刀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切出来一个长度为5的字符串数组 对吗 所以说split的返回值是一个死均数组 因此这就是把这个字符串用这个指定的字符切成N刀 反成一个 反回成一个数组 是吧 你看我用传统的这个这个增强放旋环 冒号s 这种方式来打印 咱们看的更清楚一点 你看zack yang tm lucy 你看是不是就把指定这个字符串 按照一个字符 然后来切几刀 切成一个新的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 是不是就有5个元素 一个死定数组 这个split 那这有啥用呢 这你想想这个呃 你读一个文件 比如说一个文件里边 这样 比如一个文件里边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成绩 比如说33 5588 99 比如说呃 这个代表一个人的学习成绩 你现在要统计他的平均分 你是不是可以split 按照多号来split 然后就拿到他们各自的这个分数 然后再可以在进行这个计算呢 你看 所以这个split干这用的 就按照指定的字符来分割 但这个指定的字符 你 我就不是pd 逗号 比如说空格什么这些都可以 是吧 你看咱们再试一个 这个按照空格来分割 你看 这里边的空格改成空格呢 咱空格分割 哎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这个你想想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用途 后边我会做一个案例 做什么案例呢 就是呃 读取若干个真体英语真体文件 是吧 读取若干个英语真体文件 然后把里边的真体里边的单词拆分出来 然后获得每个单词出现的频率 就是说比如说在高考里边 呃 这个yes啊 出现了8万次 啊 yes出现了8万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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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酷克出现了 呃 这个6000次 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表明啊 这些单词出现的频率很高 我说是高频词 列的意思吧 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从读取到的文件里边 因为英文里边大部分情况下 是按照空格来分割单词的吗 咱是不是可以按照空格来拆分一句话 把他的单词拆分出来啊 我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就是把 假如我这是一句一个英文是吧 这how are you 那咱先不管那个什么标准符号那个啊 我现在假设都用空格来分割 因为考虑标准符号的话就不要麻烦了 我现在直接就都用空格 how are you 是吧 i'm fine too i'm fine too how under you 你看这样的话 我这个是不是就把一个这个 一句英文里边的单词拆分出来了 这是不是就简单的英文分词啊 因为英文空格是拆分单词用的吗 很简单的一个split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用来做这个拆分出英文里边的单词 这样一个用途啊 ok 所以还是很有用的 split 当然在使用split的时候比较恶心的一点就是split它的参数 它其实不是普通的分割服 它这个正的表达是类型的 当遇到有一些特殊转移服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麻烦了 ok 那么这个咱们在这先不说 遇到再说啊 这个政策表达是又属于编程里边一个大的难点啊 咱们在这先不去搞它 先先走捷径 好吧 先不去搞那东西 但是你用的时候有可能 里边传一些特殊字符 比如也许啊 也许什么逗号啊 或什么这个这个树线的什么之类 有可能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遇到你可以网上再去搜搜相关资料去好吧 在这我先不去展开去说了 另外一个两个方案叫startwith和endwith 他表示说我的这个字符刷是否以某个字符刷开头 或者说是否以某个字符刷结尾 比如说这个 我这给定了一个 我给定了一个网址http 名号 3w.uzack.com 来 s吧 那么判断一下这个网址 我先判断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网址 那么我就是if s startwith start是不是开始啊 是否比如说http s开头 当然也有可能是http开头 因为网址既可能是http 也可能是http 也可能是http 如果是的话就告诉他 这是一个网址 else 这不是一个网址 这不是一个网址 我看startwith它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返回这是一个布尔 表示说我这个字符串是否以这个字符串开头 我这个字符串是否以这个字符串开头 我这个字符串是以他开头是不是错 当然也或者 但比如说你看我这或者是http开头也可以 是吧 这是一个网址但是比如说我在加了这个 那他就不是 就不是一个网址了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网址 OK 这是以什么什么开头 以什么什么开头 就以什么什么结尾 比如说a.exe a.txt吧 这个s ends with d.txt 再判断一下是否N字位是exe and true 他是以.txt结尾的 是吧 但是他不是以.exe结尾的是吧 那你说N字位子 A 对吗 也不对 因为他不是以a结尾的 他是以a开头的是吧 N字位子就是是否是以他为结尾的 不是 OK 所以N字位子以什么什么结尾 starts with 以什么什么开头 英文里边start就开始嘛 end就是结束嘛 是吧 那 呃 比如说 有这样一个需要 我检查一下用户输入的 是不是合法的一个邮箱 用户输入的是不是合法的邮箱 假如我判断标准啊 就是这个 这么做不科学啊 但我就是为了掩饰一下 咱们学过这些方法 就是判断是否是邮箱 怎么呢 判断标准就是包含at 并且不以 不以 at 开头 以及 结尾 就是 既不是 包含at 但不是开头 at开头 at结尾 同时呢 必须以 at 结尾 啊 这样一个很简单 这个判断逻辑啊 不不不不不不精准 但凑口够用是吧 比如说 abc at at qq.com 这很显然负责我这条酒 是吧 包含at 但是不是以at开头结尾 必须以 a.com结尾 必须以.com结尾 它很显然符合这要求 对不对 但你看我写一个at at a.com 这就不行 对不对 或者说我弄一个.com 或者假设我认为 这个atqq.cn 也不是合法的邮箱 这就是我这么规定的嘛 你别说为什么 你说不合理不合理就不合理 我就这么定的 我我是老子 老子就是这么规定的 这我老子只有认为一点看不结尾 才是邮箱 因此按照我这个规则来讲 他是不是也是 不是合法的邮箱啊 ok 所以我就按照我这个规矩来讲的话 我写一个方法 是吧 s email email 等于 他 怎么来写这个逻辑呢 那就是 if email contains at 包含at对不对 并且 and and 是不是并且 不以 at开头呢 不 emails start with at 并 并且 不 email email end with 不以 at结尾 然后 并且 email end with 点 点 看 你看 这是不是符合我定的条件了 并且并且这几一对并且 那他就是合法邮箱 那他就是合法邮箱 不是邮箱 是吧 是吧 怎么不是邮箱 这写错了 包含at 是邮箱 对吧 但你要把它写成这个 那不是邮箱或者我是这个 ok 这就是把咱们学过的contains start with end with 咱们简单用了一下 ok 咱们再来看看stream类的其他这些成员 equals ignore case 忽略大小写 比较字幕串 因为咱们 还记不记得在java里面进行字幕串的比较 自幅串 方法三 进行这个字幕串的比较 不能用等号 因为有坑 咱们一般用equals 是吧 se等于abc s2等于abc 用他两个相等吧 se equals s2 你看equals 他也是一个方法吗 他的返回值就是布尔 参数叫object 先不管 我不这样反正就是和一个东西比较 反正这个布尔表示 相等还是不相等 那咱们看看se和s2不相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小写不一样 ok 那如果说我就想让他忽略大小写比较 怎么办呢 se equals ignore case ignore英文是什么 忽略case 就是case就是大小写的意思 case就是大小写的意思 什么什么东西 教语英语啊 什么大小写敏感 就是case sensitive 就是大小写敏感 就是 区分大小写 case sensitive case insensitive 大小写不敏感 就不区分大小写 ignore 忽略case 大小写 就是忽略大小写的比较是否相等 tue 是不是就相等了呀 忽略大小写比较他们俩就相等了 index of 用来获取一个字符串 在本字符串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你看看对于比如说对于这个字符串 这个我是杨中科 这个我是杨中科 我是一个帅气的杨科科 是不是想想啊 你好呀 你好帅 那我看看啊 我看下这个字符串里边的这个第一次出现杨中科的位置是什么 第一次出现是第几个位置 0 1 2第二个位置对不对 我打印一下 你看这个 s.r index of index of他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返回这是一个整数 指的就是说他在我这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这个位置 2对不对 这个字符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是012 从2开始的这个位置是吧 index of 那比如说这个 zack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多少呢 没有啊 对没有 如果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返回值就是-1 看到了 所以说在这没有在这边找到 contains是false 那么他就会返回-1 没有找到 所以返回-1就没有找到 那还有一个last index of 很显然他就代表说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last index 杨中科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是在哪呢 也是2对不对 因为他只出现过一次 对吧 那我说这个你好 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是多少呢 21那你可能我咱也不方便数啊 咱就看他第一次出你好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多少呢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是17是吧 这是这第17个 那这是第21个 ok 所以第一次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ok 那第二次出现第三次呢 也有办法 但这个话咱用的比较少 我就不去研究了 不给大家去讲了 你想研究的话自己去搜一搜 这个怎么样 获得中间出现的次数 好吧 呃 还有一个sabust dream 用来截取四五块的一部分 就是给他 就像那个 你说吃油条是吧 我吃一根油条 然后我只截取中间的一块 我就吃这块 那么sabust dream 就是用来截取 一个四五块的一部分的 截一块 我就要这一块 是吧 你买鱼是吧 我就要鱼肚 鱼肚是吧 那是叫鱼肚吗 就不要头不要尾 我就要中间那块 那么sabust dream 就用来获得 不要头不要尾 只要中间这样一个功能的 那么他有两个重载方法 一个重载方法 就是指定一个begin index 就是从这开始一直到结束 我就要获得这部分 就是从这开始一直到结束 我要这部分 还有一个重载方法 就是两个参数 从这开始 从这结束 这就是从这开始从这结束 就是这两个这个方法 咱们试一试 嗯 还这个字幕串吧 s sabust dream 从第三个开始 他返回的是另外一个字幕串 你看 从第三个开始 0 1 0 1 2 3 所以从这第三个开始 一直到最后 取得这个字幕串 是吧 你看在sabust dream 他的参数就是从哪个开始 begin index 从第几个开始一直到最后 sabust dream 返回这是一个sabust dream 看到了吧 所以这是截取这部分 那么 也可以另外另外一重的参数 就是从哪开始到那个结束 是吧 从第三个开始到第五个结束 24 2 怎么看看 中科是吧 这第三个 这是 0 1 2 3 4 5 哎 有些是逗号呢 注意啊 他是不包含这个5的 他是3到5前面的那个 这就是挺容易让人迷糊的 3到5前面那个 所以说是这个中科 没有这个逗号啊 所以说不是到5到5前面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你看他这个文档这其实也已经说成 这英语吗 the beginning of beginning index inclusive 就是要表说开始的序这个这个下标 inclusive包含 the ending index 就是结束的这个下标 exclusive 不包含 其实人家说的很清楚 就不包含结束这个序号 是在他前面的那个 所以这就是中科 这是使用这个sabust dream的时候容易犯错的 这个地方啊 这其实应该这是说的不严谨 结束之前的那个位置做成了这个字串 你看这是吧 string 最后一个string的这个不能说 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叫做trim 就是去掉一个字母串两边的空格 去掉一个字母串两边的空格 我现在想把这个空格去掉怎么样 用这个trim trim s 没有说 你好 咱们这个直接打印 s 他打印出来的是 你好 这后边其实也有空格 那他看不出来 你看他树表一选就知道 你看 是吧 两边都有空格 我现在想把这个空格去掉怎么样 用这个trim 但注意 这个trim 咱们直接这么写行不行 trim就是trim 应用里面就是这个 你剪头发 是吧 把我这头发剪成这样 这是一种trim 是吧 树 张岔是吧 这个树打岔 我把这个树这个 这些树叉都给他剪掉 这也是一种trim 是吧 那么trim就是剪 那么trim呢 他就是把空格剪掉 但咱们这么写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还是前面说过的 字母串就不可变性 这个你不会改变元 这个字母串 所以说trim的 它是一个返回值 返回一个剪裁之后的 新的字母串 所以说咱们得这么去写 strim strims2 s1 ok 那新的字母串是不是两边的空格就去掉呀 所以trim就是去掉两边的空格 但是 这个 是形成新的字母串 旧的字母串不变 但注意trim是去掉两边的 它会去到中间的吗 看看你好 中间咱们 中间上加上 会吗 不会 对吧 所以trim只是去掉两边的空格 ok 这干什么用呢 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做一个网站的时候 要求用户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我相信大家 可能或多或少有时候有意无意的 比如说用户名是一表心多输了一个空格 这样的话如果说按 咱们严格按照这个编程来讲 比如说你的用户名是这个 这个 admin 那用户输了一个空格 admin 我问大家 你会找不着是吧 其实你这时候可以把用输入东西 自动把两边的空格给它去掉 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 这样的话 用户误输入了一个空格 咱们可以用trim 对吧 那么这个但是trim呢 它是只能去掉两边的空格 不能去掉中间的 那我想去掉中间的空格怎么办呢 我问大家 用咱们现在学过的知识 大家就可以去掉中间的空格 谁能告诉我怎么样去掉中间的空格 咱们之前学过 在上一张PPT咱就学过 给大家五秒钟时间 可以把答案打到弹幕上 打到评论区都可以 用什么 咱们可以使用这个replace 非常好 replace 咱把所有的空格替换成空字辅差 sdreams2 s2 你看 这是把空格替换成空字辅串 空字辅串 这不是空格 是一个长度为0字辅串 那么这就是把所有的空格替换成一个长度为0字辅串 是不是就是把空格都去掉了 两边中间全都去掉了 这是replace 但一定注意它的返回值是替换后的 也注意你看它 这个什么target冒号replace冒号都不是我写的 本身我这个代码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是idea idea 给我搞出来的 好吧 这就是两个三首一个空字辅串 空格一个空字辅串 这就去掉了这个空格 ok 最后的这个两个方法 一个to lowercase 一个to uppercase 这就是把这个字辅串 转换成这个小写的全部小写或者全部大写的形式 那么当然由于字辅串就不可变性 当因此呢 它改的还是旧的字辅串不会改 它是创建新的字辅串 ok 这个咱们简单看看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 sdreams zack 羊 sdream s1等于s.to lowercase 就是不掉这个掉就这个有两个重在方法 一个是他自动提示的那个lowcore 你看这个他自动给他们写全你掉他也行 然后的话你掉那个没有没有参数的也行 对于大家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区别啊 掉哪个都行 这是转成小写全小写是吧 lowercase lowercase 英文里边是小写的意思吗 是吧 to uppercase 大写全大写 当然这都是拖胎的返回值才是这个转换为大小写的这个字母串啊 旧的字母串内容不变 你看是不是 这个啊 这 这个代言se 由此可见嘛 就to lowercase 往之后se是没变的 拿到的se 啊这个s是没变的啊 拿到新的se s2 是这个变的 ok 全小写全大写对吧 ok 那咱们把这些方法过了一遍啊 不应用 过一遍你也就忘了 咱们下来写几个简单的例子 来这个 应用一下这方法 第一个啊 咱们从用户给定的一个路径里边把这个文件名来获取出来 你看之前咱们讲的file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方法可以获得这文件名啊 现在咱假设没有人家给提供咱们的话 咱们自己手动的从这样一个字母串里边把c.txt取出来 怎么办 获得这个文件名怎么办 有没有思路想想可以暂停一下 我先把这个几个需求都说一遍吧 然后咱们一下子把它全过了 第二个 从一个路径里边取货罪名 比如说这刚刚一个东西 我把点txt获取的 就只获得货罪名 第三个 判断 这个给定的两个字母串 这个咱们直接写死就行了 是否是admin和12345 这就是登录吗 模拟登录 在比较的时候呢 忽略大写 所以说用户写成小写的admin也行 写成大写的admin也行 或者说大写的混合都行 所以说对于用户名进行大小写 忽略大小写的比较 如果用户名 如果用户呢 在输用户名的时候 两边多输了空格呢 那也是行的 所以说写个空格 的命空格 那也可以对 所以说只要判断用户输的 用户名密码 是不是这两个就可以了 不管大小写 入误输错了空格也没关系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从这样一个字母串里边 把name和杨中科获得 就是把name 等号前面和等号后面 name和杨中科 这两个来获得 所以你输出的就是name 杨中科 OK 那么第五个 判断一个文件 给一定的文件路径 它是否是gpg文件 当然 这后缀是不是 点gpg 然后 当然 给的文件名 有可能是大写 有可能是小写 是吧 有可能大写的点gpg 有可能小写的点gpg 都有可能 咱们来做下这几个案例 当然 规矩啊 还是你们先暂停 先自己做 然后 之后再看我怎么做的 你再和你的这个方案来做个比较 OK 行 大家先暂停做吧 好 行 假设大家已经做了啊 我就继续往下来看看我怎么来实现 第一个 获得文件名 那获得文件名的话 这期是很简单 咱们只要获得啊 斜线出现的最后一次的位置 在四八四军取剩下的 是把它取到了 能够解吗 通过这个斜线 获得最后一次斜线的位置 然后在四八四军 取是不是把它取到了 但还有一种方法是Split Split 按照斜线Split 然后拿到这个速度的最后一个 是不是也是他的文件名 所以有多种做法 OK 大家哪种做法都可以 我是用这个 这个last index of那种方法吧 好吧 这个 字符串 案例 一 面 四军 嗯 cpn a b c c txt 那怎么办呢 我先获得最后一个斜线的位置 last index of 写线 写线 这儿啊 其实重载写 如果只是一个字符的话 就是一个字符串或者一个字符都可以啊 因为他在这个last index f有很多重载 你既可以写字符串也可以写字符 好吧 这个我还是习惯于都写字符串 所以什么事 ok last index of last index of 这叫做splash 这是叫splash slash 不管了啊 反正就是最最后一个位置 你别管他了 反正就是获得最后一个斜线的位置 那么 呃 在获得 这个位置 之后的这个位置 到最后 是吧 因为这个位置是这儿 我得从这儿开始 所以他的位置加一 所以就是stream file name等于s 48 stream 从他开始加一 一直到最后 file name 哎 是不是把c.txt取到了 ok 可以吧 就获得最后一个位置 就获得最后一个位置 然后最后一个位置 错 往后错一点 然后到最后 那当然咱们还有一种思路 就是这个 这个split 那把这s.split 按照斜线split 得到这个自负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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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组 咱们获得最后一个内容 怎么获得这个最后一个 那就是它的 长度减一 这是不是就最后一个 把它打印出来 可以了吧 ok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第二个从一个路径中获取后对名 那这个其实就是 获取最后一个 点的位置 再到最后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留给大家做一练习吧 好吧 我就不写了 ok 写完之后大家可以把你的答案 打到咱们评论区 ok 这个作为一个练习 那第三个 判断给定的两个字符串 是否是admin和123456 而且忽略大小写 而且多数空格也可以 嗯 字符串登录案例 比如说username 有书的用 用书的用名一表现书的空格 admin 大学写都有 然后这个密码password 123456 然后就判断一下 是否书的是这个 是否说的是这个admin 忽略大小写 这个比较 而且去到空格 那么就这么来写 if username 首先trim 首先trim去掉两边的空格 然后的话 在这个equals 一个no case 和这个admin比较 是不是可以忽略大小写 比较 然后并且 哪呀 password equals 密码不忽略大小写 所以咱就123456 123456 ok error 对吧 看到吗 ok 比如说这个密码写错了 怎么也ok 并且不是或者并且 error 但如果说这 13456 ok 对吧 但是如果说在这 admin写成这个了 error 就不对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个 当然这个 除了咱们trim equals ignore case 那是不是你也可以trim 然后to lowercase 然后再用普通的这个 equals 来和他比较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转成小写 然后再和小写在那边比较也可以 所以这个条条大楼通罗马 ok 那么 从这个里边获取等号后前后的值 被把name和阳中科获取到 这个大家做一练习吧 怎么做 是不是 按照等号 split一下 按照split等号 split一下 第0个元素就是name 第1个元素 是不是阳中科 可以吧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用这个index of 来获取 获得等号的位置 然后从最开始就是0 到这个位置的前一个位置 就是name 然后从等号的后一个位置到最后 这是为阳中科 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对于这个用两种写法 一种split 一种用这个index of 加斯斯巴斯均 这两种方法你都可以实现一下 好不好 这做一个练习 那第2个练习 这是第3个 这是第1个 这是第2个 第3个就是判断文件的路径 就是点gbg 忽略带小写 怎么做 他思路给你 忽略带小写 那你就可以 把路径先都to lowercase 都转成小写 然后再判断它是否ends with.gpg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就先to lowercase 那就像我这样一样 你看 你为什么这样去写 那这就是先把这个字幕串 先trim trim 得到新的字幕串 再equals 一个脑 case 连着写 对不对 因为这trim反过这个字幕串 所以你看我这样去写 就等价于这样去写 se等于username dl trim dl trim dl trim 然后再if se equalsignore case admin 你看这么这两种写法是等效的 这样去这样写和把它写成一句话 你这样去写的话 先用一个变量来获取trim之后的这个值 然后再用这个值再ignore case 对吧 我这直接是trim 直接拿到trim之后的返回值 直接在equals都可以 那么这相当于把trim的返回值 接着再和equals 再调用equals 这个equalsignore case再进行比较 这样是一个道理的 理解 一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 也是可以同样的思路 你先给他to lowercase 然后再判断 是否是ends with.gpg 给他写一写吧 我怕大家有可能会迷糊 嗯 字符创 判断是否 gpg 很厉 这样写 这个 给定一个路径 点 w.gpg 那有可能是大写的gpg ok 怎么判断呢 那首先 se等于s.2 to lowercase 转成小写 然后再if se 把转换成小写的se 然后再ends with 是不是结尾.gpg 我直接就输出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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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可以这样啊 去对吧 所以先把它转成小写 然后再判断他是否是 以.gpg 这个小写开头 ok 那么 你看比如说把它改成mp3 就不行了 ok 那么 当然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把 这两句话合成一句话 怎么来写呢 se to lowercase s.2 to lowercase 然后再ends with s.gpg 能行吗 这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省去了一个 中间的一个变量而已 也是臭 他先to lowercase 先把它转换成小写 再把转换成小写 这个直接再判断ends with 就可以了 这个至局这个具体 这怎么那么回事啊 等后续咱们讲了面向对象之后 你就能知道面向对象这块的 这个内存的关系图是怎么样的 现在先不搞那么复杂 你先知道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把它的返回值 接着再ends with 就可以了 后续这随道这个对象的关系图 咱们再去画 现在先记住这种写法 后续你就知道 这个更深的原理是什么了 ok 就是这么写 用一个中间面量 这么写 把那个中间的变量省了 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节课比较长 大家好好过过一堆方法 大家只要这节课把这几个案例 能够很溜的写出来 那么这节课就是大家过关了 就可以继续学习下一节了 咱们下一节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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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